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神教会的掌执同工会决定在今天的九月份 我们再一次在教会推动标杆人生40天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标杆人生40天的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让福音能够带进我们的社区 也希望通过标杆人生40天 我们能够成立一些新的小组 而且我们也希望通过标杆人生40天 弟兄姊妹的在各个团企的弟兄姊妹之间 我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沟通交通 我们会再发一些邀请卡 邀请卡那么你可以开始填写邀请卡 为你所邀请的朋友来祷告 同时我们会在小组里面开始分组 那么还有我们需要一些host family 你就是开放家庭的弟兄姊妹 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 或者你愿意做小组长来带领这样一个查经 那么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签到这样一些时间 请各位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 为我们心目中要邀请的这些 还没有信主的没有来教会的人 为他们祷告 希望借着这个40天 他们能够来到教会 也最后成为神的儿女 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服侍神 敬拜神 标干人生40天的事工 现在逐渐筹划成形中 还有许多具体事项有待确定 和相关必要的培训即将开展 教母团队将在今后陆续向家人们报告 愿弟兄姊妹们能够踊跃地参与其中 使福音广传 也使五家真正对周围的社区产生影响力 请家人们为此祷告 愿有更多为德之名被拯救 愿神的国度迎来复兴 您可能不知道 五家最新成立了一个飞扬团契吧 团契是专门为有小小孩的年轻夫妇而开设的 在每个周六的傍晚聚会 方便年轻夫妇们兼顾照管小孩和参加团契 虽然团契成立不久 但已经有不少家庭加入其中 大家都从团契中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飞扬团契是一个以年轻家庭为主的聚会的团契 我们在一起共同侍奉 共同见证主 那其实从去年秋天 我们有三个家庭在一起祷告 阮长老也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颖 在三月底我们第一次聚会 到现在已经最近几次 平均都有二十多个成人和十几个小朋友在聚会 看见神的手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我们团契的特色是有小小朋友的年轻家庭 那我们小朋友从刚刚出生 一直到七八岁或者更多我们都欢迎 那我们团契的特色是年轻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已经有美好的生命改变的见证 也有很多在外面传福音 甚至有去湾区春令会开始尾声的同工 真的是感谢神 我们虽然是一个刚建立的团契 但是是一个蛮有活力的年轻家庭团契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建立一个充满主爱 蛮有活力的年轻家庭团契 我们这里有儿童节目 有婴孩看顾 我们也有定期的家庭的聚会 大家好 我们很高兴我们能有这样一个飞扬团契 我们的小孩子们他们在一起有这么好的一段时间 在一起分享一起成长跟团契一样 小孩子成长的时候团契也成长 我们作为一个大人 我们也有灵命上每天每一次来这里 我们都很喜乐 我们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教会的支持 也得到我们兄弟姐妹 能过来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一起成长 成为一个喜乐的大家庭 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的家庭能够加入我们 那欢迎有小小朋友的 尤其是还没有地方聚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让我们一起来经历那主奇妙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见证 分享主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养育合神心意的下一代 让我们一起见证主 感谢主 每周六五点到A11 飞扬团契欢迎你 我们在这里等你 飞扬团契欢迎你 接下来是教会的报告事项 本季度的迎新早餐会又要开始了 时间为7月9日上午9点到10点半 不管您来自大陆 台湾或任何地区 欢迎在最近三个月加入本教会和团契聚会的弟兄姊妹 一起享用丰盛的早餐 一起认识教会 并且一同欢喜赞美主 早餐会里有家人精心准备的点心料理 大饼油条 青粥小菜 简单中满含着香情 另外 您还有机会和各团契的负责同工及牧掌门交流 认识更多新朋友 本周的家训就到这里 对了 季度之家联合退休会 6月30日就要截止报名了 请还未报名的家人抓紧时间报名 另外请还未缴费的家人尽快付款 还有今天下午有本年度第二次洗礼 特别请家人们留步观礼 同心家人们一起见证神的荣耀 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